你说一个谎话 就要十几个谎话来源 你说了一个谎话之后 当你没有办法来讲 你让更多人猜测 你是不是为了演示说 你让人家上岸逛了30分钟 在那边阿嘎也吃完了 在那边阿嘎也吃了 或者甚至于 油炸冰淇淋也吃了 对 到这边这个 风景观光区也都逛完了 然后他心里想想 我也吃饱了喝饱了 铁蛋也要买了 然后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上去到关渡的庙去拜海过了 财神庙也拜了 才回来自首 如果这样的话 事态真的是很丢脸 严不严重到旗帜 真的很丢脸 那我想请问一下丽将军 您个人是也在淡水河岸 这边服役过吗 对 当兵的时候也在这边 那你那个时候在淡水河岸 这边这一块服役的时候 你情况是怎么样 会有可能有这种情形发生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形 你们会怎么处理 我特别要讲 淡水河口确实是很重要一个 就我们防卫作战 很重要一个地方 是派了重兵在这边把守的 这里有重兵 有重兵 这个重兵重到什么程度 是一个师的兵力在守这个地方 一个师是 以前叫关渡师 一个师是两万五是不是 大概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 现在来讲 也特别为这个地方 要成立一个指挥部 现在没有一道师了 OK 但是叫关渡指挥部 就是守淡水河口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有多重要 我特别要说明 以前来讲的话 最早的时候当所谓淡水河防 包括渔港的安检 包括所有台湾各海岸的守备 原来都是我们陆军在执行的 一直到我当营长都是这样 包括渔船的进出 但后来可能上面觉得说 这好像有一点在军管 有点戒严的形态 就因此而成立了所谓的海巡署 那成立海巡署的话 很多那个陆军 我们自己陆军的一些师 一些部队就改变给海巡 然后海上的船字来讲 就是以前警察 所谓保七总队的这个警察 他们的警察用船 然后这个保七总队 跟陆军的一些海岸守备部队 编程叫做海巡署 所以海巡署的前身 本来就是分为陆军跟海上的警察 OK 他等于是把军方的权力 移到警方这样 不是说权力 把军方人力移过去 管制的 本来是有属于军的 改到警这样 对 也不是警 他现在就是叫海巡 海巡不算警察编制 海巡很奇怪 所以现在来讲 你如果是海巡 他有两种身份的人 一种是军人身份 他还是中卫上卫少校这种阶级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说 海巡官兵海巡官兵 因为他还是军人身份 那时候改编过去 那另外有一批是警察身份 他属于公务人员的身份 所以他们同样都是 同样一个海巡署也蛮 我觉得你应该要整合嘛 这个 这个 他的人员进训用退 到底是要考试进用 比如说公务人员 因为警察是公务人员体系的 军人来讲他是军人体系的 那你应该来讲 应该要整合在一起 你不要说我们同一个办公室 混在一起 你是60岁退休 对不对 我40岁我就要退休 那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你叫巡官 我叫中校 就有点混乱 现在海巡是军警混在一起 对对对对 还是这个样子 那我特别以前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边 那时候在这个海岸 守备是到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可以说等于你 一分钟你要完成射击准备 因为敌人什么时候会进来 你不晓得 如果他快艇冲进来的话 影响很大 就直接到中枢的位置 因为你要阻止敌人登陆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 是随时24小时 不管刮风下雨或干嘛 就算下雨 我们那位卫兵也是穿个雨具 站在枪跟炮的旁边 然后枪跟炮 枪弹跟炮弹就摆在旁边 你随时拿起来 在大概30秒钟之内 第一发子弹就可以打出去 就是子弹就摆在旁边嘛 那我武林机枪就加在这里 子弹就放在旁边嘛 那只要说是 而且子弹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如果说是一旦接到电话 接到命令 或发现上面通知说 这条船是可疑 或者是敌人的快艇冲进来 那不听自止 子弹立刻就装上墙场 就直接开心 就大概这个时间 子弹就打出去 所以以前对这个地方的核防来讲 是非常重要 也非常紧急的 可以说是一分钟之内 第一分钟 你就要做出反应 做出决定 那绝对不是说像现在说 你雷达看到 因为现在来讲 合理来讲 你雷达能够看的距离 你的武器装备性能应该更精进嘛 但是你怎么会变成 你的人员反而更散漫 不像以前那么紧张 而且据现在媒体报道 因为现在还很多版本 有说就是雷达发现 到他跟交通船插撞 到他上岸 然后被海巡的人逮捕 这个过程 发现到逮捕是30分钟 那刚刚这个联合报 又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他上岸以后 他又待了51分钟 人家才逮捕他 那其实不管哪个版本 要不然就是30分钟 要不然就是快一个半小时这样 那哪个版本 其实从发现到真的 你对他进行逮捕 这个时间都太久了 不是 我觉得 当这个惊吓水域发生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发生那种惊吓水域 碰撞事件的时候 那就是第一时间 海巡署他们不愿意讲清楚 所以变成含糊其迟 结果后来造成有30分钟的 这种空白的时间 那就引起两岸之间 很多的人的猜测 究竟是我们去 把人家船故意撞翻 还是人家已经离开了 我们追上去把人家撞翻 因为为什么会有30分钟的空白 后来讲了半天以后 最后证明说 这是我们自己讲错了 那时候海巡署还出来解释说 因为我们这个很忙啊 那时候忙的是救人 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时间 我觉得这些都推脱至此了 那关键是什么 这是你不要又重演那一次 你说一个谎话 就要十几个谎话来圆 你说了一个谎话之后 当你没有办法来讲 你让更多人猜测 你是不是为了演示说 你让人家上海逛了30分钟 在那边阿给也吃完了 在那边阿给也吃了 或者甚至于 油炸冰淇淋也吃了 到这边风景观光区也都逛完了 然后他心里想要我也吃饱了 喝饱了 铁蛋也买了 然后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上去到关渡的庙去拜拜过了 财神庙也拜了 对 才回来自首 那如果这样的话 事态真的是很丢脸 严不严重到旗帜 真的很丢脸 我们今天海军丢不丢脸 如果他真的上来 已经逛完街了 你才发现那很丢脸 那海军是不是为了演示 这种很失责的 这50分钟又去编造一个谎言 你现在去开始 让民众开始去猜测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个海军署最不应该的事情 你上次教训不远 这个2月份才那次的教训 撞传你才有30分钟 空白时间你交代不清楚 你这次又交代不清楚 到底是哪个版本 这50分钟又变成一片空白时间 到底这50分钟 到底人家做了什么 你这种图 是不是就是你正确的图 还是你事后 这大概就开始怀疑了 就当没有50分钟 他30分钟也够久了 这个好 我特别举一个暂时 跟各位观众来做说明 大家不要觉得说 这件事情把它当作一个笑话 把它当作一个八卦来看 你知道这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叫做珍珠港2.0版 珍珠港事件2.0 对珍珠港日军去偷袭的时候 就是怎么样 其实美军的雷达也看到了 这批飞机都看到了 侦测到了 那时候雷达手 就跟我们现在雷达手一样 认为是 因为太平日子过久了 对不对 失去警觉心 就把这几架飞机 雷达舱看到的飞机 他认为说是 我们自己美军的飞机 所以他就没有警觉 没有通报 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天 礼拜天刚好是官兵休假 打高尔夫球去打高尔夫球 上教堂去上教堂 没有任何一点警觉 所以日军的这些飞机 如入无人之境 直接飞到珍珠港 这个整个舰队的上方 然后一轮轰炸下去 你看后果多严重 美军在太平洋的舰队 整个全军覆没 除了几艘航空母舰 那时候没有靠港的 其他主力战舰到现在为止 还摆在珍珠港 当作参观的 秘书里还沉在海底下的 那几艘主力战舰 所以说那我现在 如果说是像这情形 是不是跟我们类似 我们的A拉操作手 认为说这几条渔船 这个不明的船只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渔船 所以就失去这种警觉 就让它进来了 那会不会如果说 万一进来是带炸弹 或者是人家的特种部队 或干什么登岸来讲的话 或来实施斩首作战 对不对 都有可能 那你后续来讲的话 那你说光处分这种 雷达手够吗 对不对 如果珍珠港事件 到现在我们看事后 如果说整个舰队都覆灭了 那你说我们检绕起来 这几个雷达手失职 没有报告 我问你 美国人现在可以接受吗 你要不要处分到 太平洋舰队实力 当然要啊 甚至于说是海军部长 都应该要处分 为什么部队这么散漫 一天几月都没有 那你说我们光处分 因为那个雷达操作手 他那时候没有报告 那我想说 我们以珍珠港 这个事变那件事情来看的话 同样一件事情 同样的状况 就是雷达手失去了警觉心 然后误认为说 那是自己的飞机 或者这是误认为自己的渔船 那没有去查证嘛 也看雷达上面也看到 那后续的当然 没有那么严重的说全军覆没 那万一说是很严重的话呢 比如说 有没有可能他就带了一个 从这边淡水上岸以后 他又带一个这种雷射指导引导器 对不对 然后跑到阳明山上面 然后在七星钢那边 对不对 或者是用这个雷射引导 引导到对着我们总统府 然后这个载空机 对不对 飞弹就下来了 就斩首作战 那我讲的是 确实可以做得到 就是A色B岛啊 你不要讲别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他不是有精确制导吗 他还需要这样吗 精确制导就是这样 导弹有很多种的导引装饰 有种要惯性导航 对不对 我在飞弹里面 我就给他装个GPS 他们应该装的是百度啦 我讲的GPS 好像在台湾最近很热门 不能用 解放军来台湾 他有Google吗 他不会Google 他在综合不会迷路吗 他不是GPS GPS那个飞弹会迷路 但是如果说 他用他们的惯性导航系统 他们有高德地图 有黑斗卫星 我们最近大家去看一下 不要说是昨天前天 前两天是不是在这个上空 全部都是供机扰台的飞机 在这上面 我们供机扰台图啊 那个地图大家可以比对一下 就是在淡水上空 有吗 有啊 很多啊 共军有飞到 每天啊 淡水上空 国安部还标示 距离基隆42海里 真假的 他在我们淡水上空 主战战机几下 辅战机几下 他不是都说在台北中线 没有 就是在台北上空 而且国安部自己标示的 那有告诉我们吗还是 有有有有 新闻发布很多次 每天都发布 每天都有 所以如果说 我我都不知道 它上面上面一架无人机 就是攻击直一啊 或之类这种查打一体的 这种双尾鞋啊 可以带12个挂架 可以带12颗飞弹 然后在这上空 然后他这个投注客上来 对不对 到阳明山七星钢上面 你去七星钢上面看去看 看台北是指哪里打哪里 指总统府打总统府 指行政院打你行政院 对不对 可以就用雷射引导 然后飞弹 就直接用无人机 直接发射 百分之两命中 OK 所以他上岸 他是会有很多方式 可以进行这个暗杀跟残葬 他可以做很多动作啊 就是我讲 就算是他单命一个人 对不对 如果说单命一个人 他就躲到山顶 埋伏在山上 我在上面装这种 这个引导器 对不对 指引我的 我们看好 我跟各位也说 我们看那种直升机 这个直升机 我们的Apache直升机啊 或者解放军的直升机也有 上面有一颗 螺旋桨上面有一颗圆圆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知道 那叫围顶征收仪 那根围顶征收仪 就是引导飞弹的 就是我直升机 比如说我们这栋大楼 对不对 我停在这后面 我这样子飞起来 然后这要把我上面那颗 这要把我上面那颗露出来 我飞机是躲在这个大楼下面 然后我那颗指引的目标 然后后面一架 一架战机来讲 它发射飞弹 就按照你指引的目标 那个飞弹就飞到那边去了 OK OK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你真的 当然我们可能 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很幸运啦 可能这个纯粹 它真的是来投奔自由的 真的是来投奔自由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技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对我说 明天我是怎么会 也讨论的 好有颜色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在这段时间里